他是开国元勋之孙 一出生就备受瞩目 成长经历顺风顺水 可却因为一件事和爷爷闹得不欢而散 他就是开国元帅朱德的孙子朱和平 1970年 朱和平拿着北京市宣武区武装部的同意入伍通知书 兴高采烈的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 可爷爷朱德的态度却十分反常 朱老总为何会反对孙子参军 后来的事情走向又是如何呢 欢迎百度搜索朱德之孙 了解更多革命后代的故事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作为曾经的三军总司令 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朱老总一生以军队为荣 以军队为傲 可当他得知孙子想参军的想法后 脸上却流露出了一丝失落 原来朱和平的报名参军是瞒着全家人进行的 而爷爷朱德更是这件事的第一个反对者 爷爷是开国元帅之首 奶奶是红军女战士 父母也都是酒精考验的革命家 作为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 朱和平从小受到家中长辈的耳濡目染 穿军装进军队的念头 早已在他心中按扎根 早在初中毕业后 朱和平就打算报名参军 遗憾的是没有被录取 只好参加下乡 在工厂当学徒的日子里 他兢兢业业的学技术 干工作 但心中始终没有放下参军入伍的想法 几年后随着朱家的实来运转 再次点燃了朱和平心中的参军梦 更何况家中的哥哥妹妹都先后进了军队 唯独自己还是个钢厂工人 为了实现多年来的心愿 他鼓起勇气找爷爷求情 可不料面对孙子难得提出的请求 朱德的态度却只有冷冰冰的三个字 不同意 朱和平无法理解 身为一个老革命老军人 爷爷不仅没有给予他任何支持 还三番五次否定他参军的选择 事实上朱老总是出于更全面的考量 在他看来 今时不同往日 比起原先的战乱年代 眼下和平年代 更需要的是具备文化知识 专业技能的人才 因此他建议孙子应该继续上学深造 以后在冶金钢铁方面发展 会有大作为 爷爷的建议固然有道理 但却丝毫没有改变朱和平参军的选择 爷爷不同意 我只有靠自己了 就这样 朱和平没有利用任何关系 与所有普通战士一样 经过报名 体检 审核等一道道正规程序后 成功被选拔成为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与许多避孕在父辈大叔下的高干子弟不同 朱和平不仅参军时没有走后门 在部队的升职表彰 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对待 而是靠自己的奋斗 换来了如鼠家珍的科研成果 荣获空军少将军衔 朱和平说 我是从普通战士开始 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 而且每个职位我都干够了 最基本的年限 每次升职都是因为表现优秀 不信你们可以调查 在朱和平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高干子弟的风采 他没有依靠家族的功劳部坐吃山空 而是脚踏实地的走稳每一步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 那种一脉相承的优秀品质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留言 加个观众下期再见